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那我在最近的视频里呢 做了许多关于拉脱亚移民的事宜 但是呢 我发现我在近两个星期以来 也就是武汉肺炎的疫情开始流行起来之后呢 接到了大量的逃离中国的移民咨询 那结合我现在所做的移民项目呢 比如说我现在可以做拉脱亚的购房移民 葡萄牙的黄金签证 西班牙的黄金签证 英国的投资签证 这些的话是我目前比较成熟的投资移民项目 这些项目是不太适用于 针对这一次武汉急性肺炎的这个事情的 因为所有的项目本身 从签期准备一直到签证申请 大概都要经历三到四个月的一个过程啊 所以呢 今天想和大家介绍一套 针对武汉肺炎 你想逃离中国的一个移民方案 这个的移民方案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啊 因为我们是专注欧洲移民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给你提供 针对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呢 一套逃离到欧洲的一个移民方式 当然大家在这里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人满关系 来逃到别的国家 这些都是可以的 因为我对欧洲的移民是比较专注和专业的 所以今天呢 请给大家介绍一套 针对武汉肺炎 我们目前推荐给客户逃离中国的一个方案 因为我们帮客户实现最终移民的目的地 已经是在欧洲 但是这一次呢 因为武汉肺炎的这个紧急性 WHO已经宣布了 这一次武汉肺炎是一个疫情啊 中国现在已经关闭了一些非海外的一些机场啊 然后不仅仅是中国 许多海外国家也停止接收大陆公民进到这个国家 这里面也不排除有些极顿的国家 只要你是中国护照 不管你是在哪个地区过来的 即使你在过去的几年里没有在中国生活过 也没有去过大陆 只要是你持有中国护照 都是不允许你进入这个国家的 比如说我朋友上个星期刚从伊拉克被遣返过来 因为伊拉克的政策是 只要你是持有中国大陆护照 我们就不允许你进入伊拉克境内 所以呢这个是个个例啊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国家是仅止从中国地区起飞 然后持有中国护照 来这个进入别的国家的 现在是这个情况啊 那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中转国呢 就是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离波兰很近 所以我们对乌克兰所有的移民项目 移民政策都非常了解 乌克兰呢绝对不是我们平时给大家推荐的一个 适合中国人移民的地方啊 因为乌克兰本身经济很糟糕啊 然后它的平均工资非常低 比中国还有低 然后乌克兰的自然环境也是堪忧的 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 因为我当初对乌克兰最初的了解 就是当年苏联在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的这个事件啊 最近还翻拍成了这个美剧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 所以呢乌克兰对我们来说 绝对在平时来说 不是一个推荐给大家移民的首选国 因为乌克兰真的没有任何优势 但是鉴于现在这个疫情爆发之际 然后你要快速的逃离中国 到达第三国 到达第三国之后 你又想移民到欧洲 所以呢我们就是建议所有想逃离中国的朋友 现在如果你是欧洲的话 通过我们办理是通过乌克兰来周转的 那具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我下面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乌克兰从2019年的1月1日起 取消了咱们中国人的落地签 所以呢现在中国公民到达乌克兰需要申请电子签 我会在视频的下方提供给大家乌克兰电子签的一个链接啊 如果大家看得懂英语的话 很多资料都是可以大家准备 你在建立一个账户之后 你也是可以自己申请的啊 所以第一步你需要先申请乌克兰的电子签证 进入乌克兰境内 那到达了乌克兰之后呢 我们会帮你申请为期三年的乌克兰工作拘留 因为你拿到乌克兰的工作拘留之后 就可以长期的在乌克兰生活 因为前期的话至少是三年 我相信这个时间在躲避咱们中国爆发的这一次疫情来说 是完全足够的 当然你可以看一下乌克兰当地的情况啊 因为我只去过乌克兰一次 乌克兰的基辅我只去过一次 感觉的话还可以 因为当时的话主要是旅游 但是长期在那边生活的话 我本人是没待过也没住过的啊 所以你可以感觉一下乌克兰当地的一个 总体情况 至少乌克兰是不排外的这一点我确定啊 如果你感觉乌克兰还OK 那你可以暂时的就在乌克兰生活一段时间 或者是你感觉乌克兰的总体情况你不能接受 那下一步我们也可以协助你 帮你申请到欧洲这边的签证啊 欧洲这边签证很显然 我们做的不是投资 当然你要是说想做投资的话 在乌克兰也是可以申请的 因为现在的处于一个特别紧急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大部分会帮你申请一个工作签证 也是欧洲这边的 或者是这个法人签证 因为这些签证的话 它的前期要求和投资类别相比的话 它的要求是将来较低的 在这里呢我也可以和大家确认 当你拿到了乌克兰三年的工作拘留之后 你在乌克兰境内是可以申请到任何一个国家的签证 或者是拘留的 因为你在乌克兰已经成为乌克兰公民 当你在乌克兰待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有权申请去美国的签证 当然大家在这里也比较现实一些 比如说你在乌克兰想申请美国的签证 想申请加拿大的签证 那还是有一些不现实 就是因为乌克兰这个国家本身还是不够发达 但是因为乌克兰的地理位置 大家如果看这个版图的话 乌克兰和波兰是紧挨着的两个国家 乌克兰在这个波兰的东面 波兰在这个乌克兰的西面 所以这个地理位置呢 就注定决定了 如果你到达乌克兰之后 想登陆欧洲大陆 波兰是一个比较好办的国家 就是因为这个地理原因 他们首先签证的话不是很难办理 其次呢 乌克兰每天都有通往这个波兰的巴士 所以呢 你既然他每天都有通往波兰的巴士 就说明 这两个国家的这个人口流动是非常频繁的 那就是代表着你在乌克兰申请波兰的签证 也不会太困难 所以呢 这个是目前我们能推荐给大家一个比较成熟的逃离中国 逃离中国之后移民欧洲的一个路线 因为这个情况危急呢 大家也不要考虑太多 因为有的朋友总是做全盘的考虑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也有提过这个观点啊 移民特别是现在已经不是移民了 是这个逃难啊 你做不了这个周全的考虑 没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你又考虑了这个 又考虑了那个 把你未来的发展推到了十年之后 那对不起 你只能完全经历这一次中国的疫情了 你你就出不去了 没有任何机会了 当年那些大饥荒的时候逃难 人们从这个家里就是拿一些必要的东西就走了 有的人连小推车都没有 就是徒步 那你想那些难民当年能做什么全盘的考虑 他们没有办法了 有朋友 所以呢 我感觉这一次疫情可能对我来说 我个人的描述是可能比较严重的 但是以现在的事态发展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看很多这个负面新闻啊 特别是在YouTube平台上 我每天都会看到大量的关于武汉肺炎的一些负面新闻 在这里呢 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这个自行观看 所以你当你了解到这些信息之后呢 如果我现在是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一个公民来说呢 那我会立刻马上想到 离开这个国家 至少先到另一个国家去避避难啊 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 然后传染源的话就是在咱们中国 所以现在我感觉整个中国呢 都是不是一个特别安全的地方 目前病毒可怕的地方就是在你一旦传染了之后呢 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不知之症 除非你可以接受到非常好的医疗救治 但是以现在这个病患的基数为例呢 很显然你接受不了到一个很好的救治 因为大家都是普通百姓 哪有这种特权对不对 在中国 所以呢 逃离我感觉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因为逃离的本身呢 并不丢脸 逃离本身是为了保命 一个人为了活下来做书的任何一件事情 我感觉都不是错误的 当这个事件过后之后 大家可以反过来再看一看这个事件本身 我相信这些逃出来的中国公民 中国的这个朋友们 你们一定是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 然后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乌克兰 作为中转国转到欧洲之后 你在因为你这一次出来之后 因为你这一次出来之后 再回去的时间很显然 大概是在一年之后的事情了 因为我感觉这一次疫情至少也在一年之后 才能有一个结果 才能会停止下来 所以你在出来的时候呢 为了你这个移民 可以做一些必要的材料准备 那我在这个视频里呢 也可以和大家说一下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签证申请 居留申请 你所需要的必要的这个签证资料 首先中国的存款证明 中国的存款证明是你签任何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资料 存款证明有多少开多少 然后因为存款证明需要冻结 大家不要考虑这个冻结的问题 你冻一天你冻一个月都可以 你冻一年也可以 因为中国冻结存款证明这个事情在欧洲是不存在的 所以欧洲人不在意你的存款证明冻不冻结 那如果他非要冻才能给你开存款证明的话 那你就冻一天好吧 其次如果你是全家都离开中国的话 那你最好也带上你的结婚证书 孩子的出生证明 如果你认为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给结婚证书和出生证明做一个公证 双人证的话就别做了 因为没有时间 除此之外呢就是资金 因为你不管到任何一个国家生活 现在只要离开了中国 你就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所以你们需要保证你们身上充足的资金 在欧洲大部分国家是不支持银联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可能的话 办一张那个Visa卡或者是Mastercard出来 一定要办理信用卡 这样的话你到任何一个国家 至少你在没有现金的条件下 你可以刷你们在国内的信用卡 也是可以短暂的维持一下你们在国外的花销 所以以上信息是我能想到的 针对这次武汉肺炎 中国们需要逃离中国 所需要做的前期准备 以及这个移民路线建议 大家如果决定离开中国的话 我感觉一定要尽快 因为现在谁也不确定 中国会不会哪天就全面禁飞 因为现在美国的话 已经全面禁止接受中国公民了 然后英国的话 现在也是在考虑 要不要禁止中国公民进入 德国的话也是在考虑 法国的话也是在考虑 其他国家的话 我目前还没有听到 但是你看英法美这三个国家都在考虑 禁止接受咱们中国人进入的 那我相信别的国家 禁止中国人进入的时间也不会太晚了 所以大家呢 现在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间段 虽然我知道这个视频发布的时候 已经非常晚了 但是至少现在还有机会 逃到别的国家 这里面不仅限于乌克兰 大家可以百度一下 咱们中国护照的免签国 没记错的话 是不是有二十多个 还是多少个 我平时不太关注这些东西 其实你理论上逃到任何一个免签国 都是有机会 在那个国家取得当地的拘留 然后在那个国家合法的 夺避这一次危机的 不仅限于乌克兰 任何一个免签中国的这个护照的国家 你都是可以考虑的 所以呢真心的希望大家在这一次危机里呢 每一个人都能平安的度过吧 然后如果你能有一些全战性的话 能在正确的时间离开中国 那我相信那你为你自己和你的家人 就是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 这就是 对 对 对 好